年关前一向是买入榫盘的好机会。今年香港经济大受打击,市场上有更多业主需割价买楼,若读者有心置业,不妨多关注一些即将入伙的新盘。买入低价榫盘的机会更大。前两三年楼市气氛暢旺,总有一些人受到市场气氛影响而买入楼花盘。 但未有细心考量负担能力,也有一些买家在等候入伙期间。财政能力转差,总之留花期越长变数越大。出现上不到会的个案越多。 再加上,两三年前发展商都开价进取。现时市况不再次热。发展商定价以价为保守。很多新盘后期定价比第一轮开盘时更便宜。 由于银行市已最近成交价去审批案揭。当物业股价不足。加上自身财务状况转坏的双重夹击下。上不到会的买家只好壮事断备。而且因为收楼的死线迫近。 开价还要比发展商的优惠价更低。才能尽快将物脱手。于是市场上便会出现零星价钱非常吸引的新盘涉样个案。 例如上期提及短线二跌难升但长远看好的白石角。便有多个非常吸引的新盘涉样成交。其中一个名牌发展商开发的楼盘。三年前单位大部分以每10尺18,000至20,000元卖出。 最近一手成交价介乎17,000至18,000元之间。该物业数月前开始入伙。SSD三年限期尚未完结。二手市场竟然有低至10尺11,000余元至13,000多元的成交。 比起两年前的一手买入价跌幅超过两成半。加上尼印及律师费。食得相当入育。所以想入市的朋友不妨再这些即将入伙的新楼埋手。 并大胆还价。展望2021年楼市看发不变。去年中已确定楼价会由交着状态慢慢转跌。不要看2020年楼市指数只有1%跌幅。 实际跌幅超过一成的屋苑也不少。估计农历年后楼市会反弹。之后若失业率没有改善。楼价还是会阴阴跌,只是因全球量宽。楼价亦难以大跌。 按此估计,自住者还是要好好把握入市机会。将目标价定低一点。若遇到符合要求的楼盘便出手。 不过,从投资角度看,若收租没有4厘回报或20%预期增幅。 那不如在环球其他地方责肥而势。 在此,祝所有有意志业的读者都能在楼市找到好机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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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